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神舟13号航天员陈祖将于近日择机 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自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6日顺利进驻空间站组合体以来 神舟13号航天员陈祖已载轨工作生活21天 先后开展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 空间站组合体管理 新上行舱外扶起风和测试 载轨医学检查 施众防护锻炼 空间试验等日常工作 进行了载轨紧急撤离 机械臂操作 医疗救护演练等载轨训练项目 目前由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复组成的 神舟13号航天员陈祖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